看来在数据studio涨幅将近 同比去年将近涨20% 一房和两房也超过了10%的增长 这次加息呢 直接造成市场交流又开始大幅下降 大家好 大家好 对那今天又很开心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关于6月份 我们整个蒙特利尔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数据 我们是每月一波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6月份的7号 那么加拿大央行呢 又重新加了一次7 那它加息的幅度呢 是25个基准点 那么目前央行的基准率是到达了4.75 自2022年的1月份 到目前为止加了9次7了 从原来的0.25到现在的4.75 那王总总共是加了4.5个% 那这样的一个加息对市场的反应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对吗 对对对 现在加息呢 是这个影响市场效料呢 我可以讲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前几个月这个锡没有加的时候 市场限量马上就回升 但是呢 这次一加息呢 直接造成市场效料又开始大幅下降 从我们在销售第一线的感觉上 这个市场呢 好像有点活跃起来了 对吧 但是6月份 那个一加息之后 市场好像又稍微安静一点 对的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个利率的因素 还是起到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那么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您觉得对于方向的市场波动也好吗 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说是这个1月1号出财的 就是海外买家禁令 还有就是佩北克省市级的这个96号法案 对 96号法案呢 主要影响的是移民 所以很多佩北克移民呢 他拿到身份之后 可能不会留在佩北克 没错 所以呢 房产销量呢 就会下降一些 海外买家禁令呢 影响比较多的呢 是市中心的小户型的condo 对不对 像UWAT或者Studio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condo的主要买家 是这个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尤其暑假过来 孩子上学 他们会带孩子买个房子 也如果走了的话 再买房子卖掉 这个是比租房还很多的 没错 这一部分的市场 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主要的收益价呢 依然是一个比率 是 那最近我们也有很多客户 跟我们反映说 看我们的Sentries房产系统上的 那个挂牌的价格 挂价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 那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 其实呢 挂价并不能反映一个成交价啊 实际上成交价 是普遍下降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 议价空间还是仍然存在的 并且受那个利率的影响 还是挺大的 对了 那也有客户向我们反映 那在市场上看到一些 相似的房型和户型 但是他们的挂牌价格 相差巨大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原因是这个 现在的市场下降非常的差 有些客户呢 他是想着急卖的 所以他会把价格挂得非常的低 那有些客户不着急买 就挂得比较高 所以就造成你看到 就相似的这个房源啊 他的这个价格差异巨大 最终我们还是要看成交价的 其实成交价呢 确实是在发生下降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是不同客户 不同的条件 所以导致了说 其实价格还是 是同款价格还是在插入的 对的对的 我们一直在说 那个目前受利率的影响 整个市场的话 它的销量是在下降的 但是我们看到 最新的魁省那个地产局 它的销售数量 确实在上涨的 这样一个反差 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因为呢 上次那个利率 有件事也没涨 所以的话 从4月份5月份左右 我们的这个成交量 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状态 但是从6月份涨期以后呢 这个整个市场的销量 是往下降的 但是魁省地产局 它的这个更新 是有滞后性的 我们这边呢 因为是在这个销售的最前沿 所以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感受到 目前的销量是下滑的 应该会在未来的 一两个月的这个 数据更新上 能看到的一个结果 没错 就是在未来的一两个月 会在数据上 有体现 其实是下降的 对于6月份来说 对吗 对的 好的 那与我们的销售量 下降成一个反比的 非常戏剧化的是说 咱们的租赁市场 非常非常的红火 那据那个Zoomper的官方统计的话 不管是Studio也好 一房也好 两房也好 同比去年 同比去年的话 都增长非常多 举例来说 Studio的话 目前的中卫价 已经达到了 1325加元每个月 那一房的话 是1595加币每个月的租金 两房的话 是中卫价是2077加币每个月 那其实我看了一下数据 Studio涨幅将近 同比去年将近涨20% 一房和两房 也超过了10%的增长 那王总 就于租赁市场的话 您跟大家再来解读一下 租赁市场呢 由于现在过来的新一年 或者是学生 现在都无法买房 或者是不买房了 就造成现在这个租房市场 就上升非常的快 我可以甚至讲 这个租房市场 比正常的市场 现在还要合帮 甚至有一些靠动的话 但是未来 如果实地率在往下调整的话 这个租房市场呢 有可能会不像现在 这样的合成 对 所以现在是租房市场 好的固定的话 是一房难求 确实从我们系统上来说 好像尤其在市中心 当况附近的话 好像一房两房的 室的数据在明显的下降 和小层的空间 比原来少很多 对的 所以的话 如果大家呢 想近期来蒙特尼尔的 打好提前料 要不然这个租房 是不太好租的 那像您说的 一般我们提前多久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呢 一般的话 提前两到三个月左右 开始找租房的房源 就没有问题了 那像现在租金这么高 那它能克服我们平时的月供 和其他成本吗 不行 现在你看租金虽然涨很快 但是随着利率的上升 整个的这个 每个月的这个成本 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 虽然租金涨很快 但是依然很难看着月供 那最后王总 您对未来的一个 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势也好 租赁市场的走势也好 它有什么 您有什么一个判断了 预判断了 未来的话就是央行预计呢 应该在今年年内应该可能会再加两次息 所以房产市场呢还会进一步降温 租房市场呢依旧会比较火爆 对 但是呢到明年我估计会有一些转变 就包括利率呢会发生一些这个向下调整的一个趋势 同时呢 这个如果买卖的交易量上来的话 那租房市场就没有现在这么跑 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 关于六月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概况的一个分享 下次再见